我覺得因為剛好蔡姐講 就是說其實他是二零零八年 二月成立的 可是這八年就剛好嘛 政府的這八年就讓他這樣子 一直長大一直長大 然後他其實做很多的東西 因為就是讓你覺得很奇怪 又不知道他在幹嘛 就比如說你看什麼 就是連現在的雜誌 都極力的在宣傳 就是好像要按電 叫蔡野民出來說清楚 時報週刊為什麼要登他的廣編 對 因為叫旺王集團 他蘋果日報也有登 那就叫他們說清楚講明白 而且那個都沒有著名廣編特輯 對 然後把他做成像是記者去採訪 對 我也不知道 可是那一張一張很大的像 而且照著很美修過片的 那個照片都不太像是一本查記錄 然後你看還有什麼G7高峰會 臺灣民政府什麼這個 什麼受國際矚目 就是好像這個臺灣民政府是代表臺灣的政府 所以我覺得那個政府要處理起來有點麻煩 因為他們 因為我們是偽政府嘛 所以他不需要登記 所以他就不是什麼人民團體 他也不是 他就是自己 就很像錫安山 他如果有收錢 他沒有收錢 依據就看牌 警方 過去幾年 他不太理中華民國委政府的所有東西 他要收錢 可是他要有那個受害者 就是覺得你是詐騙權 然後提告 這件事情不可能 所以這個其實有偵辦 警方都有辦過了 這個 不接受中華民國政府 然後否認中華民國政府 但是他們在使用新臺幣 所以各位勸他們 新臺幣是跨越國籍的 募款是募新臺幣 對臺灣有主權 然後治權是美國的軍政府 好啦 我跟你講啦 這鬼扯一通 這話你不要再談下去 談下去更多人捐款了 麻煩了 外務委員怎麼辦 如果真的像 有像玉珍講了說 現在募款是募新臺幣 將來怎麼樣給你換成美金 這個就有詐欺的 我在臉書上 常常出現他們的那些人 來跟我講這些事 當然要有證據 如果有你講的事實 就可以構成可以偵辦 那對於這個就變成 真的是一個詐欺的犯罪集團 不要聽他們宣傳 對詐欺的犯罪集團 或者是剛剛柯姐講的反串 就是背後的黑手到底是誰 他們真的是任美國做副 還是任中國做副呢 如果說以紅素珠 他的臉書來看的話 他是寫 兩岸中國人合起來 成為世界第一強國有望 兩岸中國人一致盡決心 這個復興中國 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好像背後有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力量跟一個意念 但是我們在這裡想說 這個背後的黑手 其實現在在香港 真的是已經引發了一個很大的風波 這個風波就是大家出來力挺 合運師 而且還希望能夠引發全世界的效應 來抵制藍蔻這家公司 為什麼呢 今日香港 昨日臺灣 我們來看一下 法國萊爾集團旗下化妝品品牌 藍蔻 因為中共這個黨媒批評了 香港的獨立歌手 合運師急忙跟他做切割 也就批評說 你們怎麼可以向中國磕頭呢 香港歌手合運師 他說這兩年香港自我審查的情況很嚴重 但是他沒有想到像是這種跨國的大的企業會像這種壓力屈服下跪 他說他自己堅持他的價值 社會大眾對他的期待的道德價值 他不後悔參與了二零一四年的雨傘革命 他說如果他沒有出來他會很不快樂 但他也要講一個實話說香港每一個人都被壓制 每一個人都活在某種白色恐怖當中 他們現在已經都不敢公開說任何關於中國政府的事了 在這裡他看著事實就是 合運師說 這種恐懼早已籠罩一切 還覺得跟自己無關 還覺得能獨善其身的 別太天真了 趁現在還能發生 一定要用盡一切能力守住自己 守住底線 只能夠靠我們自己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同樣也遭到對岸封殺的 這個杜文哲也力挺 合運師他說事實上現在每一個藝人都碰到這樣的情況 如果說你曾經有過這個比較反對中國 或者是你參與比較自由 民主人權的力量的話 他說他們就會被牽連 就算是頭破血流 這個咬石牙根打下去 他們也會打到最後一個回合 你叫合運 合運師叫他邀請馬英九 去演講一下 比較好一點 馬英九才不敢 我們看一下 其實藍康 你知道嗎 他們單日市值就蒸發掉了 八點四六億歐元 折合臺幣三百一十元 而且現在我們看到 他們在法國已經發起了一項 就是說不能夠 因為合運師的自由正義平等 這些都是港人所追求的價值 不能夠因為這樣的價值 讓他們的權力跟信仰遭到治罪 所以他們發起全球 來力挺合運師這樣的運動 不過後來你發現不太對了 幫助他的話 他的收入會多 上次迪奧曾經有一度 迪奧被中國的這個網友給抵制 後來迪奧也 那個事也是發生在香港 他們也投降了 這就是要有信心了 要堅持了 看你中國能夠 投降的企業很多 太多了 那個像Google 像一些能夠抵抗的這個不多 很多的這個通訊軟體 為了要進到中國這個市場 Google現在還好 對 都國現在還抵抗 但是很多都是跪地投降 只要中國要審查 他們都接受 我是覺得這樣子 基本上自由地方的這個經濟 自由經濟這樣子的這個角度 遇到中國霸凌的政治力 能抵抗的少 你看你其實以前 我們台灣最活生的例子 就是那個子餘事件嗎 周子瑜他只是說他來自臺灣 就被欺凌人這個樣子 不是 拿國旗 不只來自臺灣 然後另外 另外就是說阿妹在國慶 這個就職典禮還是國慶日演唱國歌 阿扁的就職 對 也被他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中國這個國家 我是覺得這個是其實極度自卑之後的 超級自大 因為他過去就是認為說 大家全世界都看到他 你不能夠符合民主自由社會的 這一些標準 所以你就用你的大市場的這個力量 其實在霸凌別人 那蘭蔻是接受了中國的霸凌 所以他就把核運司給這個趕快下架 可是我覺得他現在面對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全世界對於這樣霸凌 不能接鬥的人 如果能夠團結在一起的話 力量也很大 譬如說在法國 人家法國的這個人事就發起 因為這個發起的反南蔻的這個這樣子下跪的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力量是 這等於是在拔河 所以也就是說生意人 如果只有注重在經濟利益 只有注重在賺錢 沒有顧慮到全世界共同標準的這個 大家所接受的這個信仰的價值生活方式 這種企業不會被尊敬 是不會被尊敬 但是他可能錢很多 那被中國這樣繼續霸凌下去 有很多世界的企業就窮到只剩下錢 他只要錢就好 他一些原則都可以不要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當代 不是只有臺灣 幾乎是全世界大家共同要遇到的個題 一個大的市場 讓你有機會做生意的市場 但是他卻是一個不講這個遊戲規則 只講你必須要跟著他的政治信仰 去做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商業環境 我想這是不上軌道的事 晃哥 李嘉誠的兒子李澤凱 本來還很有gas的說 何韻詩永久錄用 也是發現說 對啊 這些普世的價值 為什麼何韻詩不能挺呢 結果 沒辦法 因為雖然他老爸李嘉誠的公司 長江集團這幾年在中國跟香港的投資 慢慢都轉移到南亞 新加坡那一帶 但是應該利益還蠻大的 還有東西 甚至 對 李澤凱第一時間是永久錄用 那四個字是被很多人按讚 很多人就覺得說 這個人實在太有gas 第二天之後公司發表聲明改口說 不過他算講的有技巧 他說港獨是完全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但他本人完全尊重言論自由 顯然有一點點收回來 但是呢 還有一點立場 對 比較有技巧 我覺得法國那位退休的哲學教授講得很好 他說蘭蔻是法國的品牌 那他應該在某種程度上 他應該代表或彰顯法國的立國精神 叫自由平等博愛 法文怎麼講 因為法國的三色旗就是自由平等博愛 所以我覺得 不理我 不理我就不理我 你幹嘛天天考試 你還要上字幕 所以我覺得 當然就長期來看 也許這家企業 因為他的商業利益考量 可能會覺得向中國低頭 可是你你如果把他站在一個比較長的歷史觀 來看 從工業革命以來 開始人類的經濟大幅度的發展之後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最近這幾十年來 大家所彰顯的自由民主人權的生活方式 你如果就長期歷史來看 自由民主人權最後他是會獲得勝利的 你想想看 在二戰結束之後 世界上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國家 是共產主義國家 可是也不過到現在也不過大概六十年的時間 現在世界上真正剩下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 大概只剩北韓吧 中國已經稱不上共產主義國家了 因為他已經走資本主義的路線 他只是政治沒有開放而已 所以我覺得就長期來看 其實我是相對比較樂觀的 就是畢竟自由民主人權 這個是人類所追求的目標 那也許短期之內 他會受到的商業利益考量 暫時會遭遇到一些挫折 剛剛康傑舉例的那個Dio的案子 就是因為有很多的中國觀光客在香港的Dio的門口要拍照 那因為擠了太多人了 那Dio的員工就出來制止他們說 你可不可以讓一條路 讓我們的客人可以進來 就被中國的網友群其抵制 對不對 好 那後來Dio也低頭了 就好 你們來拍照吧 可是你去看看 那現在他們到香港買不買Dio呢 他還是買嘛 所以我覺得就長期來看 也許不曉得這一波抵制會不會成功 然後到最後是靠向自由民主 這一邊還是向強權低頭 但是如果就長期來看 我我個人是抱持比較樂觀的看法 環球時報是這麼形容的 他說你看這個大陸的這個王毅 扭曲外交禮儀 批判加國記者 居然他們裡面的人民日報說 他是個有個性的官員 所以環球時報說 可以看到一種批判是流氓 脾氣十足的文革英風 已經死灰復燃 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很多企業界 還是好像向前看 所以必須要有所妥協 只是在臺灣的這些企業 上市貴西盡 到底現在狀況如何呢 現在瞭解是預半賠錢的狀況 好 在這裡有一個最新統計 今年首季上市公司 轉投資中國四千一家子公司當中 任列獲利的只有一千八百五十家 任列虧損高達一千九百五十三家 首度出現了賠錢比重超過獲利的慘況 更慘的是六百六十六家 已經賠光了投資金額 還要臺灣猛公司 再拿出錢來填 而且我們接下來看到 就是意見不同 就會是下一個許文龍 在這邊所看到的 麻政府批准到中國投資金額 超過開放二十四年來的一半以上 但是你都必須要聽他們的話 如果有不同意見 你可能就慘了 馬猶有蹊進 是不是比較不一樣呢 挖打著馬英九的旗號 到這邊會不會穩賺不賠呢 列給你看 玉龍汽車 宏達電 遠東集團 包括雅尼 現在都照樣剃刀鐵板 玉珍 這個部分其實不難想像 最近剛好有一個新聞 大家可能有注意到 就是小省不是被一家香港的公司 叫仙基集團 然後要求償六十億 然後就發現說 他有一個財務問題 那媒體就來問我說 小省到底出了什麼事 後來我有去追問說 到底他整個窟窿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會被香港的仙基集團 追討六十億 就後來才發現說 因為他去揚州 大家都知道說 他現在除了臺灣的這個金華城 還有這個中石化跟中工之外 主要的版圖都在揚州 那他甚至就對外宣稱說 揚州他的多大的開發 然後利益有多少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整個揚州的合約 全都是沒有履行的 就是說政府本來要給你的 所有的條件完全都沒有 後來雙方還在訴訟當中 於是他就把臺灣這邊 就是原來亞太會館 現在要改建 然後變成所謂的亞太工商聯 把他的三十趴的股份拿去直借 然後挪到揚州去 所以這也會讓很多 我那天就在問說 那這樣子的話 那個亞太會館 不是要蓋成那個旋轉的大樓嗎 那你現在變成是拿去直押 然後人家要追討 那會不會蓋不起來 那這個小省的朋友就跟我說 你不知道那塊地價值多少錢 如果一坪一千萬的話 那兩千五百坪起碼有兩百多億 那可是小省的兩百多億的土地 會沒有借款嗎 那扣掉借款之後剩下多少 所以光他去揚州宣稱說 非常非常的這個好賺 那其實你看到現在的這個樣子 幾乎也都是一個大窟窿 那過去你看 其實我們看到這種統計表格裡頭 真的所謂的中概股 比如說什麼保存 振興 那種說我賺的錢 我會回來會分給股東的 照這個統計 我們現在大概有七兆多的臺幣 七兆多是會到中國大陸去投資的 那結果回來的比率 大概不到百分之八 不到百分之八 所以過去我常常在追一些地雷公司 比如說倒了 可是那他會到大陸去的公司 還有他的廠房 有六百多家 六百六十就六家 賠光 賠光 我覺得不誇張 因為大部分會出去的 不是直接在中國消滅 就是直接到大股東 或是主要負責人的口袋 那真正願意賺錢回來 分給股東的 有良心的上司會公司老闆 我的觀察少之又少